停车场内滴滴答答就像下雨 不过4号这一天 北市明明是出太阳大晴天 此期看明轮射载停车场天花板 军列情况相当严重 水不断从天花板跌了下来 停车场就像台风过境 地面上湿答答 淹水淹到像小池塘 鸡水从早上八点半开始 记了四个小时 到中午退不掉 停车场只好赶紧加派人手 手动排水 大概看到那个有从管线 那边有渗水出来 然后渗的是还蛮多的 是有一点严重的 照理来讲不应该这么夸张 而且现在又已经雨都已经停了 民众说我去取车 发现怎么天花板滴水 滴到我这个头上 好像是水连洞一样 那水洒出来水排不出去 甚至洒水系统的水一喷发之后 会造成天花板会军列 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是什么工程品质啊 这里是北市大同区 明轮社宅开放入住才一年多 停车场却一度沦为水连洞 传出有人乱案洒水系统酿货 目前已经报警处理 但也有住户投诉 住家楼层曾经出现漏水 更直接管理员三不五时 就在扫水 那后期的部分 我们也会再找这个相关的档商来看 我们哪边需要再做改善 议员之一建筑排水设施不良 虽然是否承诺改善 不过浩斯数十亿打造的名轮社宅 品质已经备受之一 三零熊黄大风 满月魂台北报道